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熊 还有一整项火柴 这么多火柴是上次无能快递买到的 然后这个戈瓦斯 太难喝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用这个戈瓦斯的瓶子 加上这个火柴来制作火箭 那大概设计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可乐瓶 可乐倒掉 然后里面装满 然后火箭最重要的就是燃料 然后里面装满 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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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项给它掏空 全部把火柴给漏在外面 那么当我们引爆火柴的时候 然后火箭就会上升 那么这样子火箭就造成功了 就能飞上天了 应该是这样子吧 好的 我们现在开高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剪这个可乐的屁股 这是个瓦斯 把这个标牌撕了 然后只要把燃料火柴 全部给撞满就可以了 给火柴 对了 还有锡纸 因为这个内壁如果是温度太高的话 容易把这个外壳给烧掉 所以我们准备成锡纸 给它里面做个内侧 手拿不出来 另外一个我们就不装内侧了 有个对比 看一下哪个效果更好 现在我们只要把这些火柴 全部给拆开 把这个火柴全部给撕出来 现在 装装看吧 看一下能不能装满 现在已经装了大半了 然后底下这个地方需要特别的注意点 多加点火柴 把这个火柴的密度提高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鲜米棒 然后可以取一点点这个里面的火药 这里都是火药 全部都是火药 这里我们底下的话就需要慢慢地摆了 这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们需要给它加点辅助设备 我们先把这个火箭 屁股用胶转给封起来 结果一不小心撒了一地我的天 我现在做好了 但是我发现问题 最后 不是个火箭 应该是个大药嘛 因为里面装的 首先有火柴 那种爆竹的燃料 那这个东西引爆之后应该会 啊 太热了 为了让它更像火箭 我们底下给它捏了点 这个是辅助的意义 这样子 咚 好了 我们现在来试下 它到底能不能飞吧 或者会爆炸 这是底下的那个辅料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火箭 给安装到这个发射台上 我们等下只需要点燃这个心理棒 然后放在这里 慢慢的它就会烧 烧到这个火箭里 我觉得它应该会变成个炸弹 所以说我们要离它稍微远点 而且我去弄点防护设备 OK 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已经拿到我的防火冻牌 火箭准备发送 3 2 1 1 2 1 哎呀 都都都都都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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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子不一样 把这拿走 不要撕我 喂 这烫给你了吧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好 没劲儿 没劲儿 那么我们就就火吧 请哥 哥 哇 吃 好吧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非常无聊 哎 每次都跟你想的不一样 这就是人生吧 那么主要呢 最近我一直在忙着 换防热的事情 所以说没有用心的拍视频 那么我答应大家之后 换完环境之后呢 会很用心的拍视频 天气又比较热 我又比较懒 好吧 就这样 拜拜